那期间下午有八名少年前往了新殿的龟山桥西边溪水 没有想到其中有名十四岁的国二少年不慎溺水 而他的朋友为了救他也接连发生溺水意外 两个人在救难人员赶到的时候已经急救无效 而两个少年的父母赶到医院面对冰冷遗体伤痛与绝 另外现场消防人员先找到十四岁的赖姓少年 虽然紧急抢救 不过溺水的少年还是没有恢复心跳 不到五分钟又找到另一名同行细水的灵性少年 他为了救人自己也溺水 两个人和朋友出游谁也没想到悲剧发生 少年的朋友全都受到惊吓从医院离开 八个人在上午相约到新殿新乌路龟山桥旁的雪域细水 没想到国二的赖姓少年先溺水 救人的灵性少年也接着发现意外 最后两个人当场溺斃送医不知 山区的话它的水是不一定 那会造成这个溺床的那个深浅不一定 其实当地的民众也是要说要谨慎 少年的父母伤痛欲绝 八个好朋友看天气晴朗 相约细水 没想到却发生溺水意外 少年的朋友对于决定到陌生雪域挽水 只剩后悔 但悲剧已经无法挽回 记者张艺人徐赵伟新北报导 谢谢大家 好